他曾连续主持春晚16年 为何会选择在事业巅峰时主动离开央视 周涛离开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二婚后他又过得怎么样 关注我本期待你 走进央视美女主持周涛的故事 央视的舞台上成就了不少 向洒贝宁 董卿 杨兰等家喻户晓的主持 他们光彩夺目他们虔诚似锦 但舍得放弃这些加持在身的 耀眼的光环的人却屈之可数 而周涛就是其中之一 那究竟是什么让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周涛是安徽淮南人 出生于1968年的他如今已经53岁了 周涛的家庭氛围从小就很浓厚 父母在那个年代就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 周涛受到父母的影响也十分热爱学习 一直都是班里的尖子生 在1986年时还在5000人中脱颖而出 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 这也就意味着周涛的未来绝不会平平淡淡 事实果真如此 虽然一毕业的周涛 在主持综艺大观这档节目中 遇见了一些困难 但周涛就是一个乐于挑战自己的人 凭借着自己设计的主持风格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涛的知名度也丝毫不输给董青 直到现在周涛主持春晚的次数都无人打破 他也被称为央视的当家花旦 期间哪怕退出央视舞台多年 还是被许多观众惦记着 更希望他能够重新站上春晚舞台 让大家惊喜的辨识 在2016年时周涛再次站上了春晚舞台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也是周涛最后一次站在央视的舞台 这一年的年底 周涛正式告别了央视 对于周涛离开的原因 外界纷纷揣摩推测 有方间传闻说 周涛离开是为了女儿 但其实他是被调到北京演艺集团 潜心学习话剧 由他主演的话剧《情书》 如今已经演到第三年了 还担任了2019年及2020年 奥林匹克公园音乐纪总导演 和中国文联2020年春晚总导演 其实说起来 尽管外界对周涛的女儿有非议 但是周涛也不以为意 继续专注地做着自己的事 那周涛的女儿香香到底怎么了 周涛的前夫姚红是他的大学同学 但结婚后他俩才发现彼此性格不合 随后便离了婚 但幸运的是周涛离婚后不久 便遇到了如今的丈夫陆云 陆云比周涛整整大了八岁 是个超级富豪但十分宠爱周涛 两人热恋九年结婚后 女儿香香便出生了 但由于两人的工作都很忙 香香一直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后来女儿查出了自闭症 周涛听到这个消息时便崩溃了 随后便暂停了一切工作 专心陪伴在女儿身边帮助治疗 所幸的是香香病情渐渐好转 重新回到校园 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周涛这时候才能够安心地工作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周涛还曾两眼泪花说道 还好女儿没事 不然这会成为她人生中最大的头 会内疚一辈子的 如今的周涛虽已年过半百 但依旧魅力四舍 失位不朽的女神 人这一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 一路走来有的也有失 周涛放弃积累了多年的观众 选择了一条新的赛道重新出发 只为追求更好的自己 这样的生活态度十分豁达明朗 从央视离开后的周涛 十分低调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近来在一档节目中现身时 惊艳了不少观众 她一身黑色职业装尽显至性美 整个人都状态完全不像53岁的样子 她事业爱情家庭最后全部结束了 甜蜜的果实 如今确实过得像公主一般 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周涛 举手投足间展现出来的优雅和大方 这样的气质丝毫也不输董卿 富有诗书气自华 这或许就是对周涛最好的形容了吧 尽管春晚的舞台一直有新人的加盟 但是前辈们留下的印记 也成了无数观众心中的回忆 希望女神周涛之后的生活也能顺利开心 不知各位观众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